Lel 劉斯基 天天都個星 大家好 我是Lel 今天來看西西里人對上娘娘 這場比賽是天梯的阿拉伯地圖 先來介紹一下紅色選擇的是西西里人 西西里人最大的特色是他的寶兵單位 可以利用自己的城樓劍塔進行產出 而且西西里的城樓造價比較貴 175石頭 但是他天出獲得110頭 那西西里的城樓也是可以獲得雙倍箭矢量的箭塔 那西西里人他的一個打法比較偏向於打騎兵跟步兵路線的 那騎兵有這個騎士鎖之價 遠防可以高達8點 那他的步兵單位天生雙防就是3點 所以雙防都3 讓他的生存能力相當的有一套 那有一些人會把西西里的寶兵說成蟑螂 那個有點貼氣但好像哪裡怪怪的 那西西里人他的後期打法是由於沒有火槍的關係 所以遇到對方的大量步兵的話 除了用步兵騎士反制之外 只能靠自己的強弩 但他的強弩也沒有拇指環 所以後期的西西里人他的一個遠程單位的輔助 是比較偏弱一點的 更多的時候是使用自己的重型投石機進行反制 因為西西里人他的工程器除了沒有火炮之外 他的其他東西都算是蠻完整的 像奴炮、衝車、投石車都可以升級到最強的狀態 所以西西里人後期如果真的需要打擊對方大量步兵的話 奴炮跟投石車是他的首選的 奴兵的話強弩是有點看情況在出的 那我們接下來介紹一下亞美尼亞人 亞美尼亞人最大的特色 就是他的寶兵單位呢 是這個複合弓箭手 可以無視敵方的裝甲 除此之外亞美尼亞人的強化教堂 第一個強化教堂還有獲得免費的一個聖物 所以我們這一張地圖上面 看到總共會有五個聖物 如果加上亞美尼亞人天生自帶一個聖物的話 這場比賽應該是會有六個聖物的 亞美尼亞人後期主要是打步兵跟工兵單位 工兵單位可惜了一點 沒有拇指環射速很慢 但是他的步兵單位呢 確實是有白血的效果 一百血的劍兵勇士 非常厲害 所以亞美尼亞人後期的劍兵勇士 甚至可以打贏日本武士 暴勇士好像都打得贏 反正是有點可怕的 因為這個遊戲呢 血量來說是正面對決時 非常重要的一個指標 你血量越多 越能扛越多下 就代表你的存活率就越高 就會有輸出 最近死人是沒有輸出的 但是亞美尼亞人的血量增加 讓死人增加的機率 就變得比較少一點 那後期的亞美尼亞人呢 可以比較常看到 打這個寶兵之外 還有步兵 其實他的騎士喔 我個人認為 可以在城堡時代稍微觸一下 因為城堡時代的亞美尼亞人騎士 雙榜都有 品種跑速也都有 他到了帝王時代 沒有遊俠 沒有三級馬鎧 稍微弱了一點喔 但其實跟突然的騎士是一樣的 好 所以我覺得亞美尼亞人 也不用太過於喔 堅持使用自己的 弓兵或是步兵喔 進行去壓制喔 騎士喔 其實也是他的選項 但亞美尼亞人喔 他這個新聞名 有一個遺憾就是 他沒有火炮 沒有火炮造就他喔 他的步兵單位非常強大喔 但是遇到 大量的投石車阿 或是奴炮 還是會有點 毫無招架之力喔 需要反擊對方的火炮 還是要靠自己的老頭喔 救贖思想 和印刷技術 進行反制喔 不然要使用自己的 我們剛剛說到騎士喔 或是弱馬 進行反擊喔 才會比較好一點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西西蘭的地圖 我們看到他的這邊開局 是打了一個18P 升風劍時代的一個戰術 這邊有開始挖金礦喔 這邊挖金礦有兩個選項喔 一個是打我們的工兵單位嘛 但如果打工兵單位的話 有點會慢半拍喔 如果他要打第一個出兵戰術的話 又是金 然後他這裡也沒下軍營 那有可能是打 薩金特衛兵全壓的喔 現在在分析他的配置喔 那有可能是會打阿神那一套 阿神喜歡下一個城樓 然後看這種 OK 果然下了 OK 下在骨子的地方 那這一套其實是 克羅德喔 雲大鼠教的 西西里騎士 教學 那這個打法比較算是 極限配置的部分喔 我個人是覺得有點好用 但是新手去用的話 也算是OK啦 但是就是會讓你沒有辦法 很平均學到一些東西喔 因為你可能不太知道這個 核心的玩法 所以就會不知道這個 優勢跟劣勢在哪裡喔 好 那西西里這邊 不是打雲大那一套 而是打這個薩金特衛兵 潛壓戰術喔 那薩金特衛兵喔 一開始就有近戰防禦2喔 遠防也是2點喔 坦度非常誇張喔 好 這邊反擊魚 薩金特衛兵這個潛壓方式 他有個缺點喔 就是他要到 封建時代喔 蓋完城樓之後 才會出來 不相棒棒喔 更早期的一個早期進攻喔 所以其實這套打法 我也不是很推薦 我覺得你這樣打不如就直接打棒棒嘛 對不對 雖然棒棒軟了一點 但至少他出兵的時間喔 更早 讓對方會更難受一點 唉唷 這血量 再一刀 吸引得到嗎 兩邊都在打一個心理戰 OK 亞美尼亞人 這邊是把這裡小圍了一下 看起來今天這個地圖很難介紹 好 亞美尼亞人稍微簡單介紹 兩塊金都在後方還算OK喔 這個金比較危險之外 主金就算被控 後面這裡 有一個可以挖 但是如果主金被控 後面通常也沒救了 所以亞美尼亞人 待會這邊城堡 可能可以考慮差這個高地喔 防守這三大區域喔 那薩金特衛兵 直接潛壓拆掉了魔防 轉出了工兵單位 那這邊工兵就可以 繼續潛壓亞美尼亞人 亞美尼亞人這邊是打了一個 20匹 然後 直層上城堡時代的打法 哇這個是黑跳城啊 亞美尼亞黑跳城 遇到西西里薩金特衛兵快攻 哇這一場比賽 很少見喔 一般天梯很少會遇到這種 黑跳城上去的 而且這邊黑跳城 跳的時間喔非常神奇喔 他是黑暗時代直接升上去的嘛 我有點好奇喔 我們回去看一下他是怎麼點上去的 這個配置有必要來看一下 我們稍微buck一下 好亞美尼亞這邊點城堡時代的配置 我們稍微看一下就好 喔 這邊是直接上去封建時代一升好 然後 點下了封建 點下了織布 然後再利用織布的研發時間 這邊把肉湊到800肉 哇 22匹黑跳城 這個戰術各位 可以參考一下 真的是參考一下 這個黑跳城喔 為什麼現在不是主流 就是因為失敗率極高 那他這個違法算是很小微喔 小微的話黑跳城來說是很好的一個選項 因為這邊黑跳城的話 就不太需要更多的資源進行防守 而且 可以轉出更多的農田出欄 讓自己的經濟更好 好亞美尼亞人一升到城堡時代 馬上就補下了第一個城鎮中心 然後補下了一個強化教堂 鎖住了墓區喔 那一開始就補下一個強化教堂 讓他馬上就可以獲得黃金 一直獲得的效果 好那亞美尼亞人這邊有要打 這個戰鬥祭司呢 戰鬥祭司這個單位喔 是還蠻厲害的 而且點下金冠祭司之後呢 戰鬥祭司的血量喔 可以來到125滴血量喔 非常多喔 這能比這個白血的劍兵是還要多 但是 戰鬥祭司的缺點喔 就是他的造價 非常的貴喔 60黃金喔 然後30 食物喔 這個60黃金基本上跟騎士是差不多的 所以一把鼠滴血的這個體質來說 是 有點小貴喔 講實在的 而且他也沒像騎士的跑速優勢 他威的特色喔 就是可以搬聖物跟補血而已 所以只實戰鬥喔 很少會看到亞美尼亞人喔 真的去打這個戰鬥祭司爆 因為打這個東西也需要大量的教堂 進行量產出來 那本身 這個單位呢 也不像劍兵勇士喔 有這個食物消耗減免 攻擊科技喔 還有軟甲技術的防御加成 所以戰鬥祭司這個單位的定位喔 一直很不明確喔 雖然以實戰上來說 他確實是打得贏劍兵勇士的 但他的 這個 資源消耗量 要考慮成本的話 就不是這麼一回事了 那我覺得 唉唷 吸吸這邊往前壓 直接壓一根寶 卡工前壓 我們先來看一下這個場面喔 這個場面相當兇狠 直接把對方的 兩個承認中心壓在家裡 那這個也是喔 比較常遇到的 對方黑跳成成功之後 然後雙TC卡龍拿到 經濟優勢領先 破的反制方法 就是你趕快去挖石頭 然後上城堡時代之後 去他家直接插一根寶 控住他的農田跟城市中心喔 基本上可以讓敵方 受到大量的經濟損傷喔 下方再補一個新的城市中心 有人會說 那亞美尼亞人喔 黑跳成 遇到這一招的時候 該怎麼辦喔 很簡單 那就是 不怎麼辦 搬家就對了 現在只有搬家的份 當然你也可以選擇 打這個衝車 但是衝車是非常不划算的 基本上你打衝車 10次裡面有20次會失敗 相當不划算 我說這個畫面喔 對方都已經爆出了一大堆不變的情況 你再去出衝車去解 雖然你的城鎮中心 也可以射箭去打 西西里的薩金特衛兵 但是交換起來喔 你是會虧的 因為 你的衝車可能要來到五六台左右 你可能一兩台 是沒有辦法解掉的 五六台 七八台喔 一次往前頂 對方薩金特衛兵 沒有辦法第一時間解掉 那你在後方城鎮中心的村民 去解對方薩金特衛兵 那才有可能喔 爭取到衝車足夠的工程時間 才能反制回去了 所以不管怎麼說 亞美尼亞人這邊選擇衝車打法 是最不明智的選擇 好那這邊西西里 到城堡時代 也沒有打算要來開TC 那亞美尼亞人喔 是打一個防守反擊的 你越猛攻我 我就越無動於衷 這種就是有點像MIPER 那種冷酷型對應喔 你越怎麼樣我就越不理你 這種感覺 你越強軍事我越不屌 好 這邊用戰鬥祭司去撿生物回來 看到一隻小公在這邊 要不要放下生物 把生物放下之後 拿戰鬥祭司去扁人 戰鬥祭司天生11點傷害阿 非常高攻喔 那這個亞美尼亞黑跳塵 我之前在我的Discord裡面 有跟其他觀眾聊過 然後我們有實測了一下 那我實測了發現 超沒料的 沒有想到今天就 就有這個天梯上了 有亞美尼亞的玩家 使用這個亞美尼亞黑跳塵的打法 那為什麼我現在解說 我的實測為什麼覺得沒料 是因為 亞美尼亞黑跳塵 他上去之後城堡時代 不知道打什麼東西 是最主要的問題 好 這邊看一下 薩金特衛兵出來爆打一波 哇 這邊直接收村 被收到了一村 總共村民樹剪掉了八村 但是亞美尼亞人這邊還是村民上的優勢 軍事上有些不足 左邊再開一個新的城鎮中心 你越進攻我就越開農 這個亞美尼亞人的個性跟我很像 這個是什麼 法克斯大殼嗎 好 這邊出了四隻洛馬 開始返回回壓 這邊老頭可能會被解光喔 找到了一隻洛馬 這邊老頭趕快收進去 強化教堂裡 沒有空好 往後張 哎呀 沒有時間收啊 前方的村民也是被薩金特衛兵 爆打一波 但是前方有個強化教堂 哇 這裡好煩 好多薩金特衛兵 然後這裡要趕快產出更多的這個 戰鬥祭司喔 出來防守會比較好 哇 亞美尼亞人這一波 有點偏良 被殺了十八村阿 剛剛才被殺八村 現在被殺了十村 直接加倍奉還阿 謝謝你 那他還是按一般的老頭阿 一般的老頭 最大的問題就是 沒有辦法成為極戰力 但是有很好的嚇阻作用 好 這邊喝酒回去效果不錯 好 我們回到亞美尼亞人 黑跳層為什麼不強這個話題阿 亞美尼亞人為什麼黑跳層不強 是因為他跳上去之後 他沒有這個決定性的強力單位喔 不像西班牙或是緬甸 這個飛鏢騎兵阿 西班牙征服者 或是土耳西火香兵 這類的寶兵喔 非常強勢的 一出來就可以有決定的控制權 只要控的好 基本上都可以壓制所有的兵種 這類的單位喔 所以亞美尼亞黑跳層這個打法 通常要拿到優勢的話 你只能進行開農 不然就是打一個戰鬥祭司暴 但戰鬥祭司暴 我們又回到剛剛的問題喔 他的這個造價有點偏貴喔 那你也可以把他理解為 這個亞美尼亞人 當作老鷹暴的概念 但他這個老鷹呢 血量比較多一點 然後走的比較慢 殺太高了一些 所以其實亞美尼亞人 這個戰鬥祭司流派 還需要開發喔 以現階段來說 他要開發出來 是比較困難一點 好 士西里這邊要再補一根堡 你農到哪 我就插寶插到哪 這個相當的硬要 那這邊看到又更多聰明過來 亞美尼亞人 直接變成游牧文明喔 到處開TC 要死 唉唷 這邊老頭被爆砍一波 剩一隻 殺金頭衛兵 繼續 降產 那這邊城堡又被插了過來 亞美尼亞人這邊又要再往下搬 那以村民術數量來說還是領先喔 OK 有兩隻肉馬過來解一下 這邊移動中村民 哇 亞美尼亞人這邊是打算要直接生帝王時代 這個黃金量很穩定阿 好 這邊三個聖物 可能沒機會搬走囉 剛剛還記得要搬聖物 但這邊三個聖物可能是拿不回來 好回頭看一下西西里 西西里這邊是有稍微 開始轉農囉 雙TC開農 亞美尼亞人喔 這邊就會很危險了 哇沒有想到這一把 亞美尼亞人 居然是被弄得這麽慘阿 三根堡直接壓在臉上 好 上方的城市中心也在偷偷開農 但還好 亞美尼亞人特色喔 就是這個羅車 羅車可以進行移動 就可以產出更多的資源 不像柴礦電影跟伐木場 不能移動喔 只能留在原地 但羅車這個就相當方便了 確定就是血量少了一點 防禦弱了一些 好西西里這邊轉出了 復兵科技 二級 復兵鎧甲已經點下了 護衛技術也up上去 好下方的薩金特衛兵 再次直擊了下方幕區 這邊直接在爆頭亂竄 好當然是亞美尼亞人 點下了帝王時代 哇經濟量來說還算不錯喔 好這邊用城市中心 稍微反制回去 好這邊村民可以再放出來 但這根寶有點麻煩喔 三個聖物被礦在這裡 沒有機會可以撿 好西西里這邊直接開出了 5TC開農 好這邊補一根新的城堡 終於有一根寶出來了 那待會上帝王時代巨頭 就可以開始反制回去了 好西西里在後方挖了石頭跟木頭 好西西里在後方挖了石頭跟木頭 經濟量來說亞美尼亞人這邊是稍微落後了喔 經濟量應該看來是不會有太多領先的喔 好領先大概2000多資源而已 好西西里點下了第一次十字運動針 每一個城鎮中心 都可以產出5名薩金特衛兵喔 即時補出25隻薩金特衛兵 這個科技非常強大喔 好薩金特衛兵現在來到了37隻 而且研發完之後呢 還可以獲得抗招響的效果 所以現在亞美尼亞人使用老頭去招響喔 效果是沒那麼優秀的 好這邊出來用村民直接爆打送車一波 再收進去繼續射擊 後面轉出了複合弓箭手 複合弓箭手 射了薩金特衛兵傷害非常的優秀 因為薩金特衛兵的防護率天生是3點 雖然是3加2遠防武 但是複合弓箭手可以完全無視這些裝甲 非常的厲害喔 好那現在有這個 穿甲效果的弓箭手 薩金特衛兵可能就沒有辦法 四無細斷的一直往前A了 稍微思考一下要怎麼反思回去 唉唷想到的方法是馬上轉戰馬 戰馬兵的部分稍微可惜一點喔 沒有三級的弓兵鎧甲 但好像也沒差 反正 亞美尼亞人本身就是一個無視裝甲的單位喔 對這個 戰馬兵喔 是可以出的 沒問題 用戰馬反制 亞美尼亞人這邊出兵 很OK 那巨型特衣要趕快出喔 把上方這些的城堡 趕快拆掉 把自己的主金搶回來喔 那獅星儀這邊就有一點奇妙了 沒有先去挖亞美尼亞這邊的黃金喔 如果是我的話 我肯定是爆挖他的黃金一波 然後先這兩家裡的挖金不挖 去挖木頭阿農田阿之類的 好這邊三級射也要研發好了 復合弓箭手4加3攻擊力7點傷害 當然來說其實很不錯喔 好這裡要趕快跑了 對方有戰毛兵還有二級射 稍微拉打一下 好拉攻拉得不錯 但對方戰毛也反制很OK 但沒關係 阿美尼亞人也可以反制戰喔 不然看要不要轉個投石車也OK 打這些步兵也是特厲害的 好後方打頭著想一下 呼嚕嚕 找到了一隻 當然現在有抗著想喔 不太好 這麼反擊回去了 好戰毛兵再往前 繼續進攻 但是這個復合弓箭手 傷害開始起來囉 化學也補下了 OK解到這根城堡 這裡的聖物就可以撿回來了 這邊老頭繼續招牆 招牆是戰毛兵 他可能發現 招牆薩金特衛兵會有風險喔 可能會被對方戰毛反制老頭 就像這樣子 OK化學也補下了 復合弓箭手4加4 傷害來到了最頂端 那復合弓箭手 孫金瑞也不會增加他的傷害喔 跟射程喔 就是有點可惜 還是下次改版讓 亞美尼亞人增加一點傷害呢 可能會更好用一點喔 哇這邊 戰毛兵太多 復合弓箭手完全扛不住 哇戰毛兵要來 控到黃金了 好 最頂端實際繼續拆 西西里完全沒有想要修城堡的意思喔 自己也點下了帝王時代 好 復合弓箭手上面 有點被收掉的一些數量 最少只剩下少量的7隻 好 薩金特衛兵這一波 果斷衝了進來 但是 強化教堂跟城鎮中心 都在輸出 好 這邊收村 經濟又差了一點 兩位尼亞人這邊經濟有點多喔 當然缺點就是石頭 大會趕快出去喔 找到石頭 趕快去挖一下會比較好 唉唷 結果左邊這裡 開了 一個 城堡阿 想要從上面開始進攻喔 哇打一個多線 不知道西西里人會不會發現 好 那精瑞 復合弓箭手點一下 血量加5滴 防護率加1 哇 雙防加1 哇這邊 羅車可能被打爆喔 這邊復合弓箭手數量起來之後 打這些戰毛兵非常快速喔 好 好 西西里健壯看到你蓋寶我也蓋寶 兩邊一起把寶蓋了起來 好 這邊復合弓箭手多線打得還不錯 有點騷擾到西西里的經濟囉 好 復合弓箭手數量來到了33隻 好 後面轉出了巨型頭死機 這邊巨型頭死機 開始往後 不然會被這個薩金揮兵打 好 趕快架起來 好 輸出 好 這邊也要開始產巨頭嗎 唉唷 這邊開始轉老頭科技喔 好 救贖思想 跟神聖思想 外面是 招搶敵方的工程器單位 還有提升老頭的血量 好這邊 再射農田 但是對方戰毛有高打滴的效果喔 傷害很痛 複合弓箭手有點尷尬 人家戰毛兵的射程是優勢的 8射程喔 那 複合弓箭手只有7射程 所以他只能被 戰毛兵給挨打 所以多疑射程喔 真的差距非常的龐大 沒有辦法 這就是 複合弓箭手天生烈士的一個地方 好 好 戰毛兵怕水也點下 好 左邊又有一波新的村民 加上複合弓箭手 戰毛兵繼續交戰當中 但是複合弓箭手被逼到家裡 加上方的城堡已經順利解除掉了 但是西西里也是轉出了巨型投司機 好 雅妹尼亞人這邊開始轉出了裝甲步兵的升級 剛才他意識到這邊轉 劍兵勇士 打這些戰毛兵可以有效的反擊回去了 好 金冠技術底下 費雷特斯 那待會劍勇加30滴血 還有這個 戰鬥祭司也是喔 血量都可以玩 高速增加 好 上方的 城堡兵拆掉了 好 開始轉出護衛技術 一級攻二級農田 戰鬥祭司還在那邊偷偷撿生物 太狠了 這個男人 家裡被殘忍這樣子 生物卻撿得 蠻開心的 看是幾生物阿 五生物 生物真的是撿好撿滿 西西里家裡有沒有撿呢 好像沒有撿喔 還有一個生物在右邊是不是 看起來 找不到 最後一個生物找不到 好 這邊風格攻擊手 終於收掉了 西西里野外伐木的村民喔 右邊這裡還沒有被抓包 好 這邊戰毛兵有點麻煩喔 但是步兵快要升級好 劍兵勇士還差一個升級 現在雙手劍兵已經點下了 OK 雙手劍兵12加1 血量90滴血 非常誇張的血量 好 這邊劍勇往前衝 直接從上方進攻 哇 這邊有城堡 這個城堡一定要拿下 這邊有事才有效的可以騷擾 但是一百血的劍勇 真的好耐扛箭矢 哇 可以扛大概四發左右 一般的劍勇大概三發城堡 就可以解的掉了 這邊可以砍到四發 好 但是西西里也是 努力進攻當中 三巨頭 開始開拆了亞美尼亞人的城堡 亞美尼亞人只剩下兩個城堡 在做防守而已 好 這邊轉出少量的槍兵 很可惜喔 亞美尼亞人的槍兵 是沒有辦法吃到金冠技術的 所以血量上來說 還是差了一點 90滴血的雙手劍兵 跟55滴血的長槍兵 突然有這個 85滴血的槍兵 真的是很頭痛喔 好 後方的馬舅 被反射回去 村民也被抓包 西西里家裡經濟越來越慘囉 只剩下113村 村民樹有點少 好 那亞美尼亞人 村民樹已經來到了巔峰了 138村 槍兵也在繼續往上升級上去了 這邊 即時轉出槍兵的升級 待會即時CC裡 轉出了騎士 還是可以有效反制的 雖然CC裡的入地單位 減少這個額外傷害的效果 是非常強大的一個能力 但是遇到槍兵 躺久了還是會扛不住的 哇 這個羅車直接暴斃 動寶啊 動寶表示強力譴責 好 那上方的復活攻擊手 繼續反擊回去 巨星頭司機也在慢慢開拆 西西里的城堡 但是現在前方有這些雙手劍兵 很難反擊喔 好 但是擊兵很有效 好像做這些落馬燒了 西西里這一波反擊 該不會被反打一波回去了嗎 現在左右兩邊都有點施力囉 現在轉出了西西里的騎士 但是黃金並不太夠 要量產起來有點困難 而且攻擊力還沒升到最高喔 三攻還沒有點 好 但是殘寶已經被上下 上下兩邊左右包夾 三台巨頭想要反制巨星頭司機回去 終於打到 OK 這邊騎士要往前衝了嗎 好 這邊劍兵有事中了UP上去 好 但是劍兵有事 血量來到100滴 攻擊力三攻也是沒有點 好 西西補下了三攻的傷害加成 哇 但是這邊劍兵有事 往前狂暴 這兩隻劍兵有事 扛了非常多的傷害啊 OK 牙尾尼亞人三擊攻也依序補下 那個城堡來不及收下 又被三巨頭給打倒了 後方的劍兵是往前補 但是承受不了 對方的城堡傷害喔 這一波進攻是失敗了 但是上方的進攻是沒有停滯的喔 而且一直有少量的槍兵一直從這個洞進來 這個洞一直不補 哇 左邊補下了非常多的軍 開始從後方開始 產出劍兵有事 往裡面殺了 牙尾尼亞人 開始使用自己的經濟優勢 開始往前壓 好 脫一下 後面弓箭手有點危險 城堡 城堡沒有在空 對 趕快先射上面這個比較重要 不然巨頭要沒了 哎呀 還是被拆掉了一台 好 那我們現在看到 其實也是三城堡 鎖住自己大片農田喔 但是現在 亞美尼亞人猛攻 讓他經濟開始有點受到損傷了 霜臨處只剩下108村 亞美尼亞人這邊進攻 黃金量還有1500 而且擁有五聖物的關係喔 黃金一直在往上跳喔 好 把所有的黃金全部花掉 轉出了更多的劍兵有事 all in一波 全說哈了 這些黃金 全部投資在劍兵有事 直接不演了 好 上方也補了一個新的城堡 哇 這邊村被砍掉了非常多 哇 這邊見面勇士要再收掉這台巨頭 西西里三台巨型頭司機全部被拆光 亞美尼亞人順利的架出了自己的巨頭 這個城堡掉了就會很尷尬 哇 這時候打出了聚聚 沒有想到西西里人這一波被反打得這麼慘 那這也是啦 畢竟他的所有單位都是坦克型的 都是增加防護率效果非常厲害的單位 那薩金特衛兵跟騎士後期的防護率都非常高 但是遇到亞美尼亞人 這個復活攻擊手 他的防禦有跟沒有一樣 完全沒有東西能打 那真的要扛下來的話 可能只能打 一樣跟著打這個劍兵勇士 然後搭配投石車跟奴炮 才有可能 或是直接打薩金特衛兵也是可以考慮的 但沒有想到西西里人後期 這個控圖 控圖不是非常好 而且黃劍的部分 也沒有優先挖敵方的王金 而是繼續挖家裡的黃金的關係 所以到了後期 家裡只剩下這個礦區而已 這個礦區沒有了 基本上就也要兩兩了 那這場比賽我覺得蠻機慘 亞美尼亞人 22匹黑跳城 黑跳城上去果然是被暴打一波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沒有那麼推薦黑跳城 因為黑跳城很容易被對方這樣子壓著打 這也是現在的一個META環境 那這邊看到是 除了126隻的劍兵勇士 經濟方面是亞美尼亞人拿到了 16000的資源領先 那最後他果然是拿到了6生物 6生物的黃金加成 加了3000多塊 也是布小補 有了非常多的黃金 西西里這邊則是黃金挖得非常少 總共是輸了12000的黃金 基本上都是輸在黃金上 那軍事方面 KD是差不多的 畢竟西西里前期是屠殺到更多的村民 所以KD會更好看一點 但是到了後期 這個劍兵勇士 坦度實在是太好了 基本上要一換二 問題是不太大的 好啦 那麼今天影片 就差不多到這了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 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了 各位掰掰